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RayTV 大家今天過頭了嗎?我是Roy 今天帶大家來吃這一家 小小風味小火鍋 這一家店是位於 如桌新開的一家店 地址呢在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這位於長榮路的40號 那周圍呢給大家看一下 想給大家看一下 不過現在因為天色已經暗了 現在時間呢 看一下喔 凌晨十二點 所以很多店家都已經關了 那平常這邊是蠻熱鬧的 隔壁有一間稻埔的一半燒 然後他就位於一個轉角這邊 十字路口這邊 然後今天大家進來吃一下吧 那營業時間呢我上次 記得沒有錯話是下午的 到凌晨2點 然後他們呢 大家看一下 這是還蠻有特色的 那據說呢 這個好像是前都他們開的一個副品牌 啊 我上次來的時候因為人太多 比較不好拍攝 然後就想說這隻車比較晚的時候不然來 來看一下 然後他營業時間呢 是這邊 早上11點到凌晨2點 然後用耐時間是90分鐘 我們就進去吧 給大家看一下他們裡面 好今天時間呢 剛好他們準備結束營業 哈哈 沒有啦還有兩個小時 他們開的比較晚一點 那這常12點呢 就沒什麼人認真正常 因為今天是平日 然後比較可惜的是啊 他中間 他中間的那個冰沙機啊 剛好在做清潔 就是每天就固定清潔時間 所以我就吃不到冰沙機 還蠻可惜的 不過呢 其實他在都有一些提供啊 他 目前他告訴我 鋼店也告訴我啊 就只有飲料機 可能其他一台 跟一個冰沙機 做 定期的保養 定期這樣子 那其他都可以做使用 然後他有提供白飯 然後他有提供 然後他有提供 我上次好像 我以為他是醬油 然後剛好也抽掉了 想要 我一直以為我這個是醬油 結果 可是我好像跟別人講說 這個好像是雞油 我感覺好像也有點像 因為他吃起來 又不太感覺像醬油 然後他 其實他飲料總量還蠻多的 這裡 從這邊過去都有提供 那有咖啡 然後呢 這邊有提供 挖著冰淇淋 那個我個人是蠻期待這一次的 不過 下次我可能要早點來啊 因為今天就沒辦法吃到這個了 那就是中華風格的 我覺得還不錯 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不過這次人啊 跟我上次比超超級多 我上次幾乎是全滿的 所以 比較沒有那種方便拍攝 那這次剛好就走這個時間 比較適合拍攝 拍整個環境給大家看一下 等一下 我再拍攝給大家看 OK 我的火鍋來了 我今天點的是 我吃的好像是酸菜吧 我好像不是點咖哩 我剛剛在猶豫 我想起來 我最後是點酸菜 應該講酸辣 不是酸菜 酸辣的 那等一下再吃吃看 因為我上次有吃過它最基本款的 那這次要點酸辣來吃吃看 它其實肉料還蠻多的 一般小火鍋來說的話 它其實肉量啊 跟一些料都給的蠻多的 然後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一開始以為這個是零上醬油 可是吃起來又不太用醬油 那後來看到被人講說 欸是雞油 我才感覺好像有點像 OK 他們的飯店是這樣子 還蠻幸運的 我剛剛問那個店員 這個湯汁雞隔板 可不可以用 他說目前還可以用 所以就用了一次來吃 因為剛好在燈火鍋的這些 你必須等到煮到有一點時間 所以想說來吃一下 這個還蠻好吃的 我剛剛吃他們的香草 跟巧克力的味道都很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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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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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